我想让你们知道,我很伤心 英国伦敦时间7月7号午间 现任英国首相鲍利斯·约翰逊 在唐靖街10号宣布辞去保守党领袖的职务 短短5分钟的辞职演讲 道进自2019年上任以来的心酸与无奈 同时也给绵延英国政坛数日乃至数月的逼宫丑闻画上了句号 众所周知,鲍利斯·约翰逊堪称一位特色鲜明的英国自身政治人物 他被称为打破所有政治规则的首相 独特的个人风格,为他赢得部分对其他政客不屑一顾的选民的支持 但在任期间也不停地饱受非议 从记者到首相,再到被逼宫 今天我们就细数压倒他的那些稻草 鲍利斯·约翰逊1964年6月19号出生在美国纽约 父母都是英国人,兄弟姐妹6人 鲍利斯的童年有一部分时间是在英格兰埃克斯莫尔自驾农场的田园风光中度过的 不过,父母的离异让他不得不回到了英国的寄宿学校 后来他得到著名的伊顿工学奖学金 不仅成为了两位英国王子的学长 他的校长也曾是前首相布莱尔的社监 约翰逊很早就宣称,他的人生志向是成为世界之王 2019年7月10号,约翰逊作为保守党领袖 取代卸任的特雷沙梅首次进入唐宁街 至此,他也算是实现了一多半自己的人生志向 但在站上英国之巅正式走向世界之巅的路上 开始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跑片 也正是这些岔路口的选择 使他落得今日的窘境,政治生涯草草受掌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他在工作搭档选择中的致命事物 6月29号星期三 当时仍是保守党副党编的评撤 去了伦敦一家锦县会员进入的俱乐部 用他自己的话说,喝的太多了,做了酒事 他被指咸猪手猥亵两名男子 之后引出一连串的指控 有些发生于多年前 事件引发连锁效应,最终导致约翰逊的辞职 最终,唐金街说 约翰逊在2月任命评撤出任副党编时 对他面临的具体指控并不知情 后来,保守党部长们一直重复这样的说法 尽管后来发现此言并不准确 7月4号,BBC报道 约翰逊知道从前针对评撤的一项指控 转天,前任公务员麦克唐大勋爵说 约翰逊被当面告知那项指控 后来约翰逊终于承认他确实曾于2019年被告知 并对任命评撤担任副党编表示道歉 其次,我们再来看一下他自己做过的蠢事 今年4月,约翰逊因2020年6月参加为他举办的生日聚会 违反防疫规定而被罚款 他后来还对参加英国第一次封城期间 在唐金街举办的自带酒水聚会而道歉 更广泛来看,伦敦大都会警署因违反防疫规定 向唐金街和白厅总计83人签发了126张法管单 资深公务员苏格雷的调查报告列举了 政党工作人员举行的违反防疫规定的一系列的社交活动 报告指出,位于政党和政府核心的最高层领导人 必须对这样的文化负责 去年12月,约翰逊对议会说 唐金街10号完全遵守了一应的防疫指令 现在约翰逊面临议会委员会 对他是否曾故意误导议会的调查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他在任期间的执政成果 2022年英国通货膨胀飙升 现在通胀率高达9.1% 导致通胀的许多原因并非约翰逊本人所曾控制 比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导致原油价格和食品价格的上涨 尽管政府采取了一些救助措施 比如每升汽油减税五边市 但也继续推出执行4月开始的涨税方案 每一英镑增收1.25边市的国民保险 政府说税收将用来支付医疗和社会福利 反对党工党领袖 斯塔莫4月时说 在一场几十年前所未有的生活成本危机中 政府选择向劳动人民增加的税收 约翰逊曾凭借明确简洁的政策完成脱欧 赢得了大选的压倒性胜利 但他的批评者说 从那时起 唐琴街就缺乏工作重量和未来规划 约翰逊的前顾问康明斯指责 他就像是一个失控的购物车 东碰西装 其他人则质疑约翰逊的三观 或者他是不是真的有三观 约翰逊 保守党议员前部长 杰里米·亨特指责约翰逊 缺乏尊严能力和远见 亨特是在约翰逊赢得 新日投票之前发表的上述言论 但是对约翰逊的望远声越来越大 接下来的会议补选中 保守党一败再败 在最近的一次失利之后 约翰逊说他不会去改变自我 但现在这不是保守党议员关心的问题 因为他们的首相真的就这么走人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